批制也就是大奖赛当中他曾经拿过冠军 这个比赛呢已经是早在十年前了 不复存在了 那么 Grammy Dot他的职业生涯的总奖金额是55万多英镑 Dominic Dale的总奖金额是55万多英镑 他的对手Ryan Day是23万多英镑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开始了 这也是本届大师杯 本届荣威上海大师在决赛的第一局 Dominic Dale第一局比赛当中呢 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古典的一个开球 第一局比赛不敢造次 他把主球呢尽量向三分后面躲 来打一个低暗的安全球 但是这个红球呢好像起来的有点高了 像这种红球呢是一个双刃剑 如果你推进的话呢会是一个很好的攻击机会 但是如果推不进的话呢可能会在带口造成一个 在高岸从上往下打的一个中带的机会 来看这个球有点薄 的确是打薄了 看看两分和四分中间能不能看得到 对 如果看得到的话这个球就是一个漏球 一个漏球了 啊干干净净 很清楚啊 嗯 打薄了 想下来粉球呢方向有点向下 过多的抓了这个落点 对 没有考虑到这个球进球的点 球干不够长 啊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啊 如果平时打球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球干的长度啊 嗯 特别是用这个加干器的时候觉得短一点没关系 我也可以伸得出去 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在某一个区域当中 你的胳膊伸出去的时候呢 球干会左右晃动 只有在一定范围就是说在自己胳膊肘在呃九十度到一百二十度左右的这个区间里面啊 是不晃动的 所以出竿一定要在这个幅度里面 好这样 Dominic Gale打进了荣威上海大时代决赛的第一例进球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中也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发送PQ到5230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是 您将获得东方龙新媒体带出的一份 送出的一份价值2000元的一份礼包 那么同时呢 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以后呢 会有一位朋友获得一支由市井赛全体球员签名的一支球干 对 那么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 这支球干是不能用作于打球的 因为它是一支签名的这个保留的球干 对 所以它中间的这个螺栓是粘不到位的 粘不到位的 而且今天呢发送的朋友们还将有机会获得另外一份礼品 就是由新华城送出的精美的奖品 24 25 开球 开球 32 这个球 这个球看完之后呢 感觉主球啊 和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主要是被右侧那个红球呢 阻挡了一下 对 这样 底带不知道 可不可以 底带应该有一颗球挡到 嗯 现在就是这个中带 对 这个镜头给的 很准确啊 但是问题是 这个中带进球啊 必须一个强力的拉杆 啊 他现在选择可能会选择呢 推杆往前走 嗯 嗯 底带吗 包球回去了 走折线 当美哥要的确是很谨慎 嗯 打了32分 没有太好的机会啊 哦 好球 看主球 哎呦 分下来一只 嗯 在一个 尴尬的区域 非 这个 非安全区域啊 嗯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到说 五分过了以后 可以来打 低分值的彩球 嗯 这个是没错 但是有一个区域呢 是不太适合打任何球的 就是在五分 往四分下去的 这条线路 嗯 这个 这条线路当中 一半向上的 这个线路啊 是不太合适的 只要再到这个 这条线的中间了啊 就好打了 因为手枕就非常好枕 好强啊 非常厉害的一杆 小点杆 对 主球弹一颗心 来做到中代的红球 所以在昨天晚上打完 非常干脆的打完半决赛之后 呃 利用一个Kiss 做到中代 对 轻轻地点干 看上去呢 看上去呢 有一点点小角度 但是还好 还是拉杆 小小的横抬一点 仍旧是来走 这颗中代红球 过来看一下 另外两颗红球的角度 小推杆 来做五分 哦 这个球打得有点厚了 对 但是他打的力量够轻 对 打完之后 他自己觉得有点厚啊 所以连站都不敢站起来 生怕呢 自己身体的移动 会造成台面轻微的晃动 而产生这个不进球的可能 但是事实上呢 球员这是一种 心理的一种暗示啊 嗯 球桌怎么可能 因为球员的起力而晃动呢 对 斯蒂文利趴在上面 球桌也溃然不动 对 这球桌是相当稳定的 一个气局啊 对 好凶啊 借带脚 就是要离这个黑球近一点 对 为了这个走位啊 不惜去冒险借带脚 嗯 故意把球打后 发力两颗心 哦 直接顶 顶红球 哦 不错 顶得非常好 在手机点赞上 有观众朋友们问我 问我们这个比赛的奖金是多少 嗯 冠军的奖金是48000英镑 这也是中国举办的这个斯诺克排名赛里边最高的 嗯 亚军奖金是22500英镑 那么进入到半决赛的两位淘汰者的奖金是25000英镑 嗯 是12500英镑 对不起 那么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是6500英镑 16强是4275英镑 32强2750英镑 那么本届赛市的奖金总额呢 是达到25万英镑之多 有一点点弹不起来的感觉啊 主球有一点点弹不起来 但是呢 这个球 他也没有感很大的发力 那现在来打中代 中代这个拉杆顺下来 必须避开红球 对 哦 他是靠甩过来 这一杆要发力很重 这些职业球员在打中代 尤其是中代保球的时候不怕发力 嗯 那我们也去打过这个球台 嗯 嗯 我想 打过的人都不会害怕中代保球发力 因为只要你抓到这个点 中代一定是把进入这个区域的 所有的球收向带中 而不会有 像这个呃 我们打的业余的球台 会有这种壮带不进的问题 嗯 力道有点 哎 力道还可以 有朋友在问我们 如果Dominic Dale 赢了这场比赛的话 那么他的积分排名 会排到世界第几 估计在20位左右 一场大赛的冠军是会给积分排名带来很大的变化 对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这只是全年比赛的第一站而已 对 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 同时呢 有很多朋友问我们什么叫做临时排名 什么叫做排名 嗯 其实临时排名是Provisional的Ranking 嗯 就是说每过一次比赛 他对积分有影响 这个排名都会改变 但是最终的排名 应该是按照年终的排名来排 对 因为 如果不按照年终排名 一直在变化的话 嗯 那么在一些邀请赛 邀请世界排名 比如说前16位 对 那这16个人永远不能确定 对 应该来打6分 好 一个小的点杆 拉杆来做同一个大了 超分 观众非常专业啊 对 这超分的一杆 大家都赚得很清楚 7 2 6分来叫黄球 拉杆 很稳定 应该说呢 Ryan Day是先进入状态了 对 不要小看这一局啊 这不仅仅是拿下一局 而是他在比赛球台上 已经有过一局的 练球经验了 看一下Ryan Day 如果能够收完的话 还有机会破百 87 第一局就破百 给对方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 应该说第一局破百 给这个 荣卫上海大师赛的决赛 也是 带来了一丝春风 没错 这个决赛 预示着这个决赛 将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 打进105 第一局Ryan Day 以一个破百 来来结束 的确打得非常棒 在某几个球的处理上 也是非常的大胆 是 Ryan Day打完球之后呢 将球杆往球台上一摆 马上离开了现场 应该是去洗手 要把自己的手 请 噢 你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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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 茉莉兴行劇 八金香 茶心味 康师傅 茉莉清茶 这是我们和我们短信互动的一个方式 一根非常漂亮的Riley的球杆 当然Riley的球杆是其次的 那么这根球杆上是有所有的 这个参加过07年的 头上的那个世界锦标赛球员的签名 你就是上一个赛季世界锦标赛 那我说的是太麻烦了 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 海波在电台在跟我连线采访的时候 也在问我今天的赛 赛程是怎么来 在安排的 那么今天下午呢 是最大的